這到底是不是一種巧合呢 網友上傳了這一段的 宗教法師誦經的影片 結果旋律聽起來 竟然非常的耳熟 不少網友都說 難道是 《哆啦A夢》的片頭曲嗎 網友們瘋狂的轉載 還說簡直是同一首歌 還稱讚這個法師 實在太妙 聽到這前奏 根本不用多想 就知道是藍色機器貓 《哆啦A夢》主題曲 《哆啦A夢》 就算不會唱日文歌詞 這旋律也是耳熟能詳 但若換個版本 恐怕還是不會唱 沒聽錯吧 是法師唱錯嗎 總不可能直接拷貝過來吧 越聽越覺得怪 卡通主題曲和宗教音樂 怎麼會一樣嘛 除了歌詞不一樣 旋律幾乎相同 明明是莊嚴肅莫的法會 怎麼煩到聽了 好像童年回憶 網友大讚以後創意 但或許只是剛好巧合 宗教歌曲還是要心存尊敬 記者綜好報告 除了歌詞不一樣 旋律幾乎相同 明明是莊嚴肅莫的法會